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嘴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也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都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 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差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OK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東西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恆星 恆星韓韓國恆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土 planet 閒星 如果要讀得誇章些 閒星 閒路過閒 我現在是說 恆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部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是啦 這樣的行星 那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OK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罪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是不是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說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啦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的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催及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天平男天平女 今個農曆四月 三隻子不領情 然後這個不領情就會導致很多內心的糾結 很多的不安 很多的沮喪 他説無論是你不領人情 人家不領你情也可以 不過如果你不領人情 人家不開心 就去死去死 難聽說 我不專注在這裏 但我説一下 人家不領你們情這裏 還有自己解決的方法要怎樣 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句說話 中文很好 叫冷面貼葉屁股 所以會令到自己有時 會招頭爛額 碰到一面灰 尤其是你的想法 真的很好 但我們要嘗試諒解 原來你 你嘗試去展示你的傾向 給那個對象 原來他自己也是一個警覺性很高的人 他的戒心很高 還有他過去也受過一些傷害 所以為什麼他不會輕易去接受你 去接納你 我當作最簡單 如果我説一個是愛情關係 你追一個人 但是為什麼他 其實他心裏都愛你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為什麼他不會這麼快跟你說對 因為可能他過去受過情傷 又是這些計算 所以 要嘗試去理解 還有我想說 就算他現在不令你們情 你們不要馬上去收手 或者馬上去切割 因為你們這樣做就會後悔 這裏是塔羅牌給的訊息 我説一個親身故事的分享 話說在很多年前 我曾經有一次去買衣服 因為我自己 買衣服 你們可能會經常買衣服 尤其是天秤座的男女 你們都出名是貪美的 會經常去買東西 但是為什麼我會特別去記得這個經驗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我是太陽射手 再加上我很多星群 都是摩蠍座 所以我做事是很標準的 我不喜歡經常在這裡 慢慢逛街 然後看一件看兩件 我覺得這樣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永遠去買衣服 我可能是趁某一季 可能去做冬季 或者不知夏季 那些大減價 我就會 可能進入那間店 我真的試勻 全部我覺得美的衣服 然後全部的尺寸都試勻 可能真的搞了三四個小時 我記得那次我在太古城 那時候 都很久以前 就試勻 怎知道試完後已經很晚了 我就說我想去吃飯 因為如果拿著東西這麼重 那些東西 我受懶得去 因為我也是下去 那時候太古廣場 下面還有一個Greyhound 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去那裡吃飯 我說不如我一會回來再給錢 我不想這麼多一抽二嫩的東西 我說我一會回來 放心吧 但是 之前 就是 都有時去吃飯我那個 賣服 他就有點黑臉 對了 那 我懂得到他是什麼意思 我明白的 但是 喂 現在我是客人 還有我沒有做錯的 對你對不對 OK 所以我也是堅持我下去吃東西 我不管你 我自己吃飽 然後我上回去 對了 那我上回去 我真的要滿足自己的 promise 還有說真的 我弄了這麼久 其實我那些東西我真的想買 我來騙你嗎 對不對 但是誰知道他把東西收起來 我說 那時候我不是叫你留下我 待會上來買嗎 然後他也好像有點錯愕 那個是男人 即是男生 他說 我以為你走了 我說 那我回來買 之後我都一氣之下 我說 算了你走了 我都不浪費你時間 那我就走了 那當然他的 他的果報就是 他都沒有了那張單 他沒有了commission 對了 所以我想拿一個故事去分享給大家 有時候 那一刻你得不到你想要的那個目標 但是這個是暫時性的 你們不要那麼快收手 即是你們不要學那個黑面銷售事 如果不然你們會後悔 所以 在今個農曆四月 如果有一些 你們是一些 就是full of good intentions 的一些舉動 人家暫時不讓你們呈絕 你們不需要很自責 很困惑 不需要這些事情 OK 這些是緣分來的 但是如果你們是很快收手 你們是很快完全去斬想的話 你們將會有很快 對了 對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